欢迎收看乐团火 今天很开心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黄瑞峰老师 黄大哥你好 永俊你好 这一次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头 特别请黄老师来跟我聊一聊 台湾在非常早期的乐团发展的过程当中 您的角色是乐手 我是乐手 但你最早不是鼓手吧 最早我不是 对不对 你应该是也玩过很多乐器吧 最早我是吉他手 吉他手 学其他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 你已经在玩乐团了吗 没有 没有在玩乐团 没有没有 那时候我才八岁 是 我才八岁 所以你玩了多久才玩到 以鼓手为敌 因为是这样 我八岁学吉他之后呢 有爸爸送我去跟老师学 台湾的老师 台湾的老师 那老师就是那个中成虎的爸爸 真的啊 这样 对 小虎的爸爸 他是其他很好的 是你的老师啊 是我的老师 而且他朋友非常好 中成虎是我学弟 成功高中的学弟 对对对 是是是是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OKOK 对对对对 那 那在那个时候 我是在屏东学 在屏东 我在屏东 我常常就是小时候 寄住在屏东 外婆家嘛 是是 对对对 那我常常在我们乡下的那个 门外在那边弹啊 吹口琴啊 围了一堆人来看 了解 我后来才觉得 他们原来是看 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子 好像天才 是 我自己没有觉得 那时候做小孩子 那你一定有享受在里面啊 那当然 那跟老师学 学那些都是 平时一般没办法弹 而且那时候玩音乐 我的印象中 我听到的音乐就是 那个南腔北调的 是 要不然就是 就布袋戏歌仔戏啊 平剧 要不然就是 就是那叫什么 呃 外面的那个 呃 厄虎啊 什么之类的 所纳 庙会 庙会音乐 比较多 对 所以是自己 头发练钢的 那也还蛮厉害的 其他是有老师教我 是是是 后来都是我自己 自己学 那因为我后来 我我爸爸的朋友介绍我进乐队去当band boy 就是学徒 学徒 那学徒这下好了 就是什么都学 什么都插 都可以摸得到 你要先插 然后先收谱啊 是 然后乐器当然都会去摸一下 最亮的就是钢琴 最酷的就是鼓 在鼓要把布盖起来 因为会有沙尘会怕会脏到 而且那是瘦皮 那时候 就觉得蛮刺激的 那时候 但是那个时候我 第一次感受到会有一个乐队的声音 从我的背后这样出来 或是从我的前面这样风吹过来 我从来没有被音乐的风浪给吹到 我那时候的感觉 就觉得哇塞 就鸡皮疙瘩 因为我自己弹就是一个人嘛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喇叭 PA之类的 就算有 我大概也不会注意到 但是我最注意的就是 我有一圈的乐队老师们 我称了老师那时候我就叫欧尼尚 因为年纪都比我大 事实上其实我在想起来 是你太小 想起来 他们那个时候才二十几岁 又三十几岁的 就已经算是老欧尼尚 四十岁算很老了 四十老师傅 但是我现在七十岁 不知道怎么想象 所以我的过程是这样 所以一边看一边学 然后就是钢琴也学 贝斯也学 《崇尔梦》 《山之风》 什么都学 那鼓是最后变成你这一辈子 定位代表你的乐器 是又怎么过来的 鼓是因为什么都打 但是就是不能打鼓 因为那个老师不让我打 为什么 如果通常不是他的徒弟 他们不可以让他打 OKOK 那我是偷打 而且那个是匹是牛匹 你们那个时代师徒字很强 那个师徒字 对对对 他没有认定你就不可以接这个位置 对对对 可能那时候还没有认定 就是后来也没有怎么样 就是我就认定他是我的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因为他给了我那个机会 是 那乐团的团长也给了我这个机会 所有的老师也给了我这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全部都是我的老师 那特别是大家都会知道 在南部有一个小孩子打鼓 怎么样怎么样 他是谁的学生就已经就定了商标了 是是是 所以那时候决定用鼓的时候 你有刻意的去学什么 或者是去听更多不同的东西来帮助你在打鼓上面的记忆吗 没有 没有 因为我我会弹其他 我当然会看无线谱 是是是 所以老师在演奏的时候呢 那个谱就摆在旁边 而且谱也都是我摆的 所以我大概都会从旁边慢慢的慢慢的看 看着老师是照着谱打 还是这个时候他在即兴 我不知道什么叫即兴 我就奇怪 打得怎么不一样 谱就那么一点点 了解 所以就这样慢慢慢慢慢慢的去体会说 原来是这个样子 所以有人那一段摸索的过程之后 你大概到了什么时候开始就是 比如说你跟别人合作啦 你开始大量的去演出 这一段路是怎么过来的 大概我在17岁的时候 17岁的时候 在澎湖需要 因为需要鼓手 从屏东跑到澎湖啦 高雄 我当bandboy是在高雄 我是住在高雄 17岁的时候在澎湖去了 对 是 怎会有这段旅程呢 因为那个时候叫外岛 台澎金嘛 是当兵吗 不是17岁不是 就是外岛的case没有人要去 你接case接到澎湖去了 不是那时候没有接case 这个名词 就是因为那个地方需要一个鼓手 那这些有名的好的老师 大概在台湾应该算不错吧 待遇都很好 应该没有人要去 然后去外岛 我就说 小花你去你去 我就说 我就说 好啊 就坐船去了 吐了三天 这么远走 我不是没有坐这辈子 第一次搭过船 那我就去了 那去了呢 就开始就碰到 哇完蛋了 就看原来以为是外岛 结果来的秀都是因为 世界各国来的表演 真的啊 因为我们在国内呢 只是有北中南的各地的歌厅 还有夜总会 都会有一些排秀的经纪公司呢 排很多的不同的秀 那就跑了一圈 那也会跑澎湖 你那时候就已经有tour 许慧业出 他们的tour 不是我tour 是他们的tour 那所有来的秀 没有一个我看得懂的 也没有一个讲的话 我听得懂的 他们就每个人都快崩溃了 来的时候就说 你怎么找了一个小孩子来打鼓 那我真的看不懂 因为我学的谱 就是一百亿人的谱 那我看得懂 但是手都打不来 不晓什么原因 所以后来我体会了一件事情 照谱打也不行 不照谱打也不行 那怎么打才行 那就是要靠反应 靠反应 这完全只能靠舞台经验 来抓反应 对 我曾经做过的一个秀 它就是在一个桌子上面 溜冰德国来的秀 然后你要 然后那个普教 就很快 我们拼尘也没有打过那些东西 有各种民俗 记忆等等 因为那时候来的秀 大概都是 比较不会有talking的事情 比如说特技 魔术 舞蹈就是表演 做一些小丑的动作 让客人笑 所以那个音乐的角是比较像气氛 对 那个音乐很重要 就通的到有各种各式的什么几拍几拍的 我完全搞不懂完全就是 所以就在那个环境 学习到让我们体会到很多就是 我不敢说体会 根本是宝宝的 踢到铁板 因为实在太辛苦了 可是你知道演化就是因为有错误 错误让你演化的更好 比如说手都破皮 那不是练到破皮 就是打到破皮 因为速度太快 时间太长 他一个秀一出去最少都会40分 秀不可能20分就结束 而且请了那么多请也不可能说 像我们去演出也不是说 下面有一个团你只要做30分钟就好 都还没有人 所以你是从头到尾都要在那边stand by 从头到尾都一直在一直在和 等到这个秀走了 你还在回忆说 那谱到底怎么回事 那时候没有影印机 顶多只有传真机 但是我们用不上传真机 有的话也是那个饭店在用 所以我们就用背的用记的 所以我觉得以前的Capture的那个能力 比较强 很强 很强 耳朵的那个确听力特别强 对对对 几乎要到过耳不忘才行 对对对 然后随时叫资料档案就抓出来一样 所以只要一听 所以别人在听 别人在打的时候 在演奏 你就耳朵一直在听一直在听 因为我也没有唱盘 老是在听唱盘 我就在那边一直听一直听 然后听过一遍 两遍就记下来 那什么时候才跟我们所谓现在的 流行音乐或音乐 这个市场 这个工业 开始有合作起来的 是从我当兵退伍之后 退伍之后 但是在这当中之后 我又去了台中的美军俱乐部 OK 在美军俱乐部 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天地 对 那这边是完全都要讲英文的 是 那我英文也不通 那就是后来就去了当了兵 回来之后也进了歌厅 进了歌厅之后 到后来就是翁清新老师 翁清新老师 台诗大乐队吗 台诗大乐队 所以我是台诗大乐队的 里面最年轻的 那时候有歌星之夜 银河玄公 儿童四戒 没想到是我好小小的事情 我也很小 对 银河玄公 哇 那个是五灯甲 所以那个时候的电视台作业是怎样 跟你之前秀的作业 应该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但是因为我们就是看着三台 我们应该是说三台跟着我们长大 看着三台长大 所以就有那些过场画面等等的一些感觉 在心里面有一些疑惑 就好像我们现在年轻的小孩子在学音乐 但是他不知道到了某个场所 或者是到了哪个摄影棚 或者是到了录音室 没有概念 到底是一样的 只是现在资讯很发达 你可以在网络上就看到比这个更新的 所以反而这边会有一个断层 搞不清楚 这当中有某一个interface 很重要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当下就很多的问题 但是进了电视公司以后 就恍然大悟 原来是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所以要注意cabinet的tag的时间 还有对手 还有对嘴的 还有对脚的 因为跳舞要对脚 以前都是对的 所以你们那时候的表演 还有点像演戏的那个感觉 那真的是表演 那真的到专业录音室去录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那因为在电视台就已经有预备的 就是预录的节目 对对 所以已经开始录好了节目 是 也有录预录的录音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录音 OK 那开始录音就很过瘾了 就是哇 这个有那么大的一个录音室 电视台有那么大 可是当时是录鼓的事情不好收啊 应该不像现在这么精密吧 听他们说是没有那么好 但是我感觉很好 因为在我的环境里面没有这个 哦 我们都进了一个有冷气的地方 然后又很安静 没有 没有吵杂声音 卖空又很专业 看起来就觉得蛮好的 这是就是因为比照录音室来说 可能有点差距 但是我那个感觉就已经觉得很好 非常好的 对我来说是非常好 那就学习到一件事情 录音要怎么开始take 然后什么时候开始 看指挥 怎么怎么等等 那时候没有click 哦 那时候没有click 对 click是我第一个把click带进去录音室 所以我的外号叫Mr.Click 诶 原来是这样子来的 对 有很多典故了 这是我开始 Mr.Click Mr.Click 哦 因为你做了这个事情大家就稳多了 但是也被骂的很惨 为什么呢 因为就跟MIDI一样 大家会觉得说 那个click太呆板 音乐就 太整齐 太整齐了 但是因为是那个原因 那个音乐的缘故 所以让他觉得他势必要很整齐 就跟机器一样 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的 经过的林国雄老师的编曲 林嘉庆老师 翁清晰老师 最影响最大的就是李泰祥老师 再来就是陈继元老师 是 所以就比较没有那么自私 那说没有那么自私 对对对对 所以我在演奏上 我就没有不需要那么的死板 以前我看来的时候 看到那些前面打 我说 奇怪那位法谷不是这个样 为什么进录音室一定要变成那个样子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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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奇怪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被骂的原因是因为我 我搞不懂那个麦克风是怎么回事 就是你要迎合那个麦克风 就好像我们现在在摄影一样 你必须要迎合摄影机 那就拍照一样 那事实上在录音的时候 它是它是只有一支麦克风 然后必须要兼顾 Tum Tum Hi Hat Crash 所以早期的录音没有听到Crash的声音 对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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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打为什么会被骂 我也搞不懂 后来我就知道 哦 原来是那个麦克风 就放在麦克风 就放在星巴的下面 所以星巴一晃一打就 哇哇哇哇 所以那時候應該也跟很多 不同類型的歌手 合作過吧 幾乎完全都有 有沒有跟他們合作一些印象很深刻的 讓你學到東西或者是讓你覺得 原來有這樣子的方式做音樂 老實說那時候是 曲子都是很 比較完整的 字式的 譬如說 譬如說一朵小花 一朵小花 一朵小花 或者是 不了情 非常按部就班的東西 所以也沒辦法變太多 但是你要速度一慢他就知道 很奇怪 那個速度就一定的有一定的速度 所以現在我們在演奏也好 所以我們必須要很注意那個 Click的速度 那個時間有時候快一點 有時候慢一點沒有差多少 以前的歌手是 他定了那個速度就一定是那個速度 你稍微快了他 因為他闖破起來 他的吸氣 呼吸他都可以理解 所以那個鼓手就很重要 現在鼓手比較沒那麼重要 都跟著Click就打 都戴個耳機 Kick up不管前面快 現在格西很多還有Program 對以前不行 不過我非常緊張就是一上台 你要調Click都來不及 你自己後來還成立一個音樂教室 我成立過三個音樂教室 應該有很多得意門生 有滿多個 有滿多個 都分散在客戶 當初想成立那個音樂教室的動機 出發點是 其實我動機是 其實我最早先 我是最想教的 就是把我學的 那麼辛苦學的東西 其實我最想教的是原住民 為什麼 在早期那個時候我覺得原住民 音感好還是 不是我覺得他們的那個節奏 因為可能我錄音錄多的關係 總覺得好像只有一種節奏而已 現在原住民音樂發揚到很好 其實他有很大的潛力 所以我其實很早的想法是這樣 是這樣子 對所以我就有人想跟我學 那我就一邊學 然後我一邊體會 也從那當中 我教學生自己也學到滿多的 因為學生不會的就是我不會的 教學相講 教學增長 那我會的學生不會的 那當然學生要學 那學生有的很厲害的 你也可以在這裡面 博學是這樣子 當人的角色 從學東西到表演東西 到反過來要教別人的東西 那個角度的不同 會找到以前沒有注意到的細節 是 對 所以還可以再更上去一些些 那當然 那到了比較後來就是錄音也很進步了 然後你知道百花齊放各種音樂類型的時候 你的表演的那個舞台的邀約也好 或者Live House也變多的時候 你的表演風格或你打鼓的那個精益求精這個部分 你是怎麼樣逼你自己 我在生活過程當中 我們看過很多的人事物 對 但是不會去介意 就好像開車那邊有什麼樣子 那邊有什麼狀況 你都知道 但是你不會介意 當有一天你要講故事的時候 可能旁邊這些周渣的事情 就會讓你遠遠不斷的很多的回憶 是 所以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長久下來的經驗 所以你沒有像說 有一些人會去設定一個目標說 然後歌手就是我要登上小巨蛋 或者樂手會上 我希望這樣可以跟誰一起共同jam 或什麼 你沒有給自己這樣的一個里程 對嗎 老實說以前有了 後來沒有 以前有是什麼樣子 比如說上國家音樂廳之類的 我最吵集的夢想是 我希望成為一個其他王子 真的嗎 因為以前在屏東 我常常10月10日國慶日 常常會有那個叫什麼 什麼那個什麼車 那個叫元宵車 會營 叫營 叫什麼 就是遊街 會有雙十節的那個 我知道 會遊街 有點像花車遊行 對 那會有很多的藝人會在上面 通常都穿服裝 我說夢想有一天我能夠在上面彈吉他 你要當那個帥哥 會彈吉他的王子 對對對 是夢想 但是後來我想想 其實我們現在好像缺少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花車遊行 缺少了一個民俗記憶的音樂 這個或許可以 代表這個土地的音樂 對 你可以在那個花車上面 有爵士樂等等 有搖滾樂 創作樂團等等 那有一間我覺得那個 所以你始終沒有到那個花車上面過 沒有 一直很期望台北市有 可是你有去國家音樂廳表演過啊 那是後來 因為在音樂的 你是第一個流行樂手上去的 我沒有記憶 不一定是第一個 但是我開音樂會是第一個 開音樂會 對 因為那個可能要審核的關係 是 所以在審核之前 你勢必要有 有過幾場的經驗 或許是 他會有評審委員 是 而且我記得早期他們在節目審核上 是比較嚴格的 就是太流行 他們好像不太讓人家去使用它 對 這話我都不大敢講 不大好意思 的確是蠻嚴格 對啊 很嚴格啊 我有去當過評委 我也自己也知道 蠻嚴格的 那 因為 其實就是學者 那學者如果是 譬如說送來的這些個部分 他的比例上是 比較多的是 就是音樂殿堂 就是古典的 對 那可能有一部分是流行的 他不能總共一個音樂廳 然後全部都是流行樂的 是 這也有考慮 他會比較要正統 對 而且很多人常常去的音樂廳 老師會呱呱叫 就是 這根本就不適合演奏什麼音樂 什麼音樂 那 反過來人家說 那你就不要來 對不對 那其實也沒有別的地方 那只有這樣的一個地方 那就是 心平氣和 我從來不會到音樂廳 又覺得說 哇這個慘想 這個慘想怎麼樣 這樣 就是 你一定要把事情給搞好 我覺得就很重要 所以 呃 在音樂廳 我體會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們通常在錄音的時候 嗯 我們加了很多的Effect 是 那個Effect的不會是 就是因為在台上 你有在現場 你有在台上 你知道台上的那個共鳴的Effect 嗯 你才能夠拿捏得到 沒錯 所以為什麼現場的那個Live 他那個Effect 最重要 嗯 就跟歌手唱唱歌的那個 抖的那個Vibration 是 你可以知道他是唱什麼歌的 嗯 這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那個音樂出來的那個 那個Reverb 那個Effect 如果出來 你一聽就知道他是假的 嗯 那現場不會有這種問題 是 所以現場肯定會有多或少 或許過量等等 等等 那我們又加了Monitor 又加了什麼什麼 我覺得那個 那套學問這很難 沒錯 非常難 這個聲響學跟音響工程 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對 那我們都曉得從那個類比 到數位這一段路上 很多人會有那種 器材控啊 然後樂器有升級啊 然後到電腦數位錄音什麼的 那去表演的地方也應該有 從可能非常陽春的 可能一個音箱 到後來什麼 操縱台都非常完整 你應該都經歷過各個時期 是 我是經歷過很多 但是 我從來很 可能是堆積太多 我也想不起來 那什麼狀況都有 什麼狀況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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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配備 因為 不是剛開始的時候 錄音是 什麼東西都會有 最慘的就是 人家說什麼 他就要去買什麼 就跟做批業一樣 人家開出什麼型號 就要什麼型號 那以前 這對型號 我不太了解 我只對股 我比較敏感 就關心我的事 我比較在乎 別人的事 別人他在乎他的事 當然也不會在乎 我的股是哪一套股 同樣的事情 所以 AMP方面的事情 譬如說 器材 其他 怎麼有 有破音 有什麼什麼 接觸不好 線不好等等 還有 譬如說 我們在演出的時候 只有來了一個AMP 然後 Bass跟Keyboard插在一起 出來聲音是破的 是 錄的話就是 也沒辦法 有這些問題 這些都有發生過 對 那我的話 常常就是因為 譬如說 有些 有些單位 他們特別慎重說 我要去 特別準備一套 特別好的股 我說 從來沒有拿出來打 結果一打就完蛋 因為從來沒打 從來沒打過 一打就破 一打就破 螺絲一轉就斷一個 一轉就斷一個 怎麼繼續下去 就沒有辦法 就一場下來 螺絲一直斷 股也一直斷 皮也一直破 然後就反過來打 那這個小股也打破了 打到邊上 下一場就反過打過 什麼狀況都有 所以我的狀況我記得最清楚 我也曾經有一場 我說誰是有點沒關係 我那個阿福先生 第一場做我的時候 我的開場輪骨 砰 第一個大鼓就破掉了 你知道大鼓破掉就很慘 就從頭到尾沒有bass 是一樣的 很慘 那麼就把Frotom拿起來 就用膠布線黏 把它黏住 就踩得很 咚咚咚咚咚咚 完全圖把鏈抗拒 對 這也是集中神智的一種 沒辦法 就跟 你在已經 已經上去了 你不能下來 也不能停 Keep going 所以 我們在排練的時候 可能聽到菲律賓老師說 Hey don't stop Keep going Keep going 我們說什麼事 所以我現在也是養成一個習慣 就已經 人家在說 老實說不錯 繼續走 不要管 就是不要停 繼續走下去就對了 對 這樣把它出現很多即興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極致反應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玩音樂的人反應 要先天比別人更敏銳 譬如說 有些在唱歌的時候 唱的時候突然沒聲音 對啊 那沒聲音其實 PA已經比你更緊張 嗯 就好像譬如說 我遲到我會比 等的人更緊張 等的人是會生氣的 對 但是遲到的人會很緊張 是 很少人注意的人 是是是是 因為我是遲到大王 真的 你問小郭就知道 我是遲到大王 沒可能 一想到今天我錄音到慘了 不知道來多久 那大家後來沒有一個習慣 要提早發你的時間 還是一樣遲到 哦 對對 對 那不是因為我故意遲到 是有時候是因為時間上 真的來不及 跑場 對 那所以有時候歌手他已經 聽到沒有聲音了 他就繼續唱就好了 因為PA會趕快想辦法 那些歌手都會故意在那邊拍 沒聲音 沒聲音 其實外面有聲音 對對對 這道理是一樣 我覺得有一些 有一些習慣呢 是自己養成 然後養成 自己讓自己能夠 呃 上得到檯面 嗯 沒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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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聲音放下來 就開始這樣唱 人家也知道你很用心的唱 對 我想很多人都會給掌聲 是是是是 其實我的印象中 黃老師自己也有出版過不少作品 對不對 我出版過其實好幾張 有些是我跟別的樂手搭的 所以我手頭上沒有 嗯哼哼哼哼 那你當初的這個出版的這些東西 換一個角度來講 它就是一個創作的部分 嗯 那你的那個創作的那個想法 是什麼時候開始有的 我剛剛有講過其實我沒有 本來是沒有 我完全沒有 比如說有人請我寫歌 嗯 我完全不知道我 我可以寫歌 OK 我當時怕不知道路 還找我蝦瓜 做詞做曲折那麼多啊 怎麼會找我寫歌 嗯嗯 嗯 所以就這樣就 源源不斷的 就突然那陣子都寫了一串 嗯哼 嗯哼 實際上我所以我沒有自己 有什麼特別想法說 嗯 我 我要做什麼做什麼 沒有 我只是在看說 那現在在社會上 或者是我做那麼久的音樂 如果我做的話 現在 當下我要做什麼 喔 我不會想說 喔明年我打算出一張 後年我打算出一張 因為明年可能會改變 是是是 後年也更會改變 是是是 思想啊個人體力精神等等 是 所以我養成一個習慣 我在錄音也好 演出也好 嗯 我不會特別今天 我要想很多很多的事情 沒有 我就去了當下 就決定 所以我在出版的時候 就想 當下我就想說 喔 就選這樣的東西做 嗯 然後就做出來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要不要聊聊那個 Vancento 喔 Vancento 對 這個是有得了 是 就是我一個朋友啊 他叫 呃 廖 廖有明 廖有明老師 他原來是在一個 溫空校長老師的 錄音室裡面當助理 嗯 後來他在華倫唱片 他要 他深任製作人 嗯 然後他突然跟我說 老师媽 你幫我寫一首好不好 我說 蛤 你說什麼 幫我寫一首歌 我說 你說什麼 寫歌啦 我說 我 頭上裡面沒有寫歌 這個名詞 不是這個細胞 對 找不到人 他說 正經的 我說 你要叫我寫什麼 他說 摘菜 都可以 我說 誰要唱 洪隆洪 你說不對 哈哈 他給我一個很驚嚇的 這個 腰割腰的很重 對啊 怎麼可能 怎麼想都不可能 然後 從那天開始 我就一直在考慮 嗯 我到底要寫什麼 嗯 後來 因為我 我很喜歡 呃 玩很多的不一樣的樂器 在早期啊 嗯 包括有幾個老師呢 那個 那個 嗯 他們還都不知道了 說我就請 就提供 樂器行提供 讓他們用 哦 包括幾兩個老師 是 呃 我記得陳靜遠老師 也其中一個 我說我請Coke呢 海國人老闆呢 就是 提供你一台 讓你彈 他說可以嗎 我說當然可以啊 你都一直在彈這一台 哈哈哈哈 然後我就 因為我 我都是買一些 mini 器材啊 QX1 或者RX5 RORAN 什麼什麼808 什麼 你們這麼齊喔 我什麼都有 其實我很少講 但是那個 譬如說我們在夜市 聽到的 那些電子鼓的東西 我也都有 Simon's的那個六角鼓 是 那個 哇塞 原來你也是一個器材扣 那是我打 那都是我打 那 所以我 我買了很多的 就是不同的器材 嗯 然後那個 我最想做的其實就是 其實我很喜歡那個叫三味弦 三味弦 我喜歡的國樂器等等 等等 所以我就把這個 樂器呢 先用Capture 就是PCM 原聲錄下來 是 譬如說三弦的聲音啊 還有和弦的其他樂琴的聲音啊 把它錄在那個sympling上面 把音樂取樣先放進來 音樂取樣 然後用我的RX 去trigger 我的pattern 所以那個Vancent 我一做出來 就說 這首歌 我跟你保證 以後 不會有人做的比這個更好 我當然是這樣子 他說 真的很好聽 然後因為好的原因 是因為那個聲音你找不到 是是是是 他又很自私 D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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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Rhythm Machine 你開始Play 你Play一個4Bars 然後4個小時 然後反覆停 下一個Bar 你要的號碼要趕快按 再停 現在我們就是在圖上面用拉的 那時候沒有辦法拉 完全是手工的 那首歌弄得到天亮 原來是一個手工業的 這首歌你如果聽過的朋友 詳細聽一下 他就很自私 從頭到尾都一樣 好厲害 你是用手工做出來的 對 從頭到尾都是我弄的 那後來你有沒有繼續一直創作下去 有 我有一直創作下去 還是有繼續 還有《老兄》 所以你要謝謝那個亮老師 他開了這個口 讓你繼續走下去 對對對 還有那個陳銀傑的《誰能來講講不正》 還有後來的蔡秋鳳的《一段情》 還有《洪龍宏》的滿多的 都做大哥大姐的唱片 大哥大姐 對 因為有些曲子 平時沒聽到的那是 我沒有脈斷 沒有脈斷就沒有主打 是是是 那時候就 你把我們的潛規則又講了一個出來 是啊 老闆說 小鳳這首歌給你買起來 我們也要做主打歌 我說看賣賣 他說 他說 要這樣拿盜版拍而已 要怎麼辦 說身分證不在我這 身分證在別人 是是是 那我想我也不是創作家 我就簽名了 我說好 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說好那這樣好了 這首歌送給你 以後我就不再寫了 是是是 老闆就說 不要啦不要這樣啦 不是這樣意思啦 我也搞不太懂是怎麼回事 因為我這次在搞音樂 我不是專門家作曲 不過蠻有意思的 就是 那段時間我寫了蠻多曲 所以黃老師你後來有當製作人嗎 沒有 沒有 我什麼都可以做 就不能當製作人 為什麼 因為你會遲到還有什麼別的嗎 沒有沒有 我覺得那不是 不是那麼好可以做的事情 不好駕馭 對 那還有一個就是我 我的興趣也不在那 我的興致在嚴重 不過製作人好像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要控制預算 控制預算 你還要 還要很多事情 當黑白臉 對對對 老闆要減價 然後這邊要漲價 等等 做人這件事情 我沒有辦法做 真的沒辦法 所以我覺得 我不是那個料子 這是確實一件事情 還有我沒有辦法當經濟的 各方面什麼什麼 我只能當一位樂手 好好站在我的崗位上 所以我 我最想做的就是演出 我最開心的就是演出 表演 當藝術工作者 是 會比 其實我也沒有想說 我是一個藝術工作者 我常常講說 我是一個樂將 怎麼這麼說 樂將 譬如說這間廚 人家的設計師設計好了 你來 他照這個堂這樣做 這比堂做得更漂亮 精確精準的完工 對對對 我覺得這樣很美 可是你這樣貢獻了幾十年了 我們任何的做任何行業 貢獻了幾十年的很多 只是我們是音樂的一份子 是 你還有在這個領域裡 想做還沒有做到的事嗎 除了我們前面剛剛有講到 你想要站在滑車上面 這個事情還沒有出現 真希望能夠在滑車上面演奏 真的 不只是我 這是大家 因為我們是一個 像是有音樂的國度 對不對 那怎麼沒有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奇怪的事 好像很久沒有了 很久沒有 對很久沒有了 你可以有歌仔戲啊 你可以皮影戲啊 你可以音樂啊 可以搖滾 黃老師今天講的是 我小時候的記憶裡有看過 這近幾十年沒有再看到這樣 對啊 三、四十年前 雙食節每個夜晚都有油花車 上面會有表演的 對 這個好久都沒有 為什麼現在應該有 反而可以吸收 吸取一些國外的人來看 不一定是雙食節 真的 花燈節 可能台灣人現在都偏像吃啊 就是寧可中秋節烤肉之類的 是沒有錯啊 那也可以有一兩台是中文餅 對 說得很好 說得很好 好我們今天很開心 這個花老師跟我們講的 非常多很棒的故事 最主要是樂好好這個系列 能夠從這一路走來 特別是像老師這樣 貢獻幾十年有各個不同的視角 來跟我們分享這些 我們在音樂裡頭發生的 各個故事這樣子 這次謝謝花老師 謝謝 謝謝